为了360给您全方位的好天气 礼拜二天气重点几个提示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封面的尾巴北台 所以各地都还是会有雨 提醒大家出门不要忘记带拔伞 南部以及东南部降雨会比较明显 中南部山区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震雨 另外因为这几天雨下非常的多 所以山区的土石可能已经达到饱和的程度 所以提醒大家希望山区要特别注意安全 可能会有摊坊或是土石松动的情况 从云路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 封面云气的位置有稍微往南边移动 但是在礼拜二的时候 有些水汽还是会往北边移到我们台湾上空来 所以虽然目前整个封面云气的主体结构 是在比较偏南边 但是要见到晴天可能还不是那么快 那么各地都还是会有下雨的可能性 所以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 北部跟东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有40%到60% 中南部以及东南部有70%到80% 在温度部分可以看到 高温的话 北部跟东半部是比较舒适 温度大约是27到29度 中南部大约是30到32度 低温的话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 会感觉到有点凉意 大约22到23度 我们中南部的话 大约是23到26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威德360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